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和特朗普在总统竞选筹款竞赛中遥遥领先于对手 澳交所预计在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纪要公布前上涨 华尔街上涨 请大家收看 拜登和特朗普在总统竞选筹款竞赛中遥遥领先于对手 金融时报 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在第三季度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了每人2500万美元 使他们领先于对手 但比之前的总统在同一阶段的竞选中筹款要少得多 尽管拜登的团队声称总统得到了强大的支持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则否认了任何缺乏热情的说法 并强调了他们的基层运动 尽管面临包括联邦起诉在内的法律挑战 特朗普的筹款超过了他的共和党对手 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都不太热烈 拜登的支持率低于40% 特朗普的好感度略高 澳交所预计在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纪要公布前上涨 华尔街上涨 澳洲ABC 预计华尔街的反弹将推动澳大利亚股市 而澳洲储备银行10月份董事会会议纪要的发布将提供有关潜在利率变动的见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则新闻 拜登和特朗普在总统竞选筹款竞赛中遥遥领先于对手 以及澳洲股市在华尔街反弹的推动下上涨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竞选的筹款情况 拜登和特朗普在第三季度各自筹集了2500万美元领先于对手 不过 与之前的总统在同一阶段相比 他们的筹款金额要少得多 拜登的团队声称总统得到了强大的支持 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则强调了他们的基层运动 否认了任何缺乏热情的说法 尽管特朗普面临着包括联邦起诉在内的法律挑战 但他的筹款超过了他的共和党对手 不过 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都不太热烈 拜登的支持率低于40% 特朗普的好感度略高 接下来 让我们转移到澳洲股市的情况 预计华尔街的反弹 将推动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而澳洲储备银行即将公布的董事会会议纪要 则将提供有关潜在利率变动的见解 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消息 因为利率的变动将会对经济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投资者们将密切关注这些会议纪要 以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总的来说 拜登和特朗普在竞选筹款中表现出色 虽然筹款金额较少 但他们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而澳洲股市则有望在华尔街反弹的推动下上涨 投资者们将密切关注澳洲储备银行会议纪要的发布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总统竞选的筹款情况 你认为候选人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吗 对于澳洲股市的上涨 你认为这个趋势会持续还是会有什么变化呢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祝草 订阅代